9月4号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民丰收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9月23号将迎来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科表示 本届丰收节将充分应用5G等信息化手段 让农民更好地参与互动分享节日的喜悦 比如说我们特别策划的我的丰收我的节 70D庆丰收全媒体联动直播 就是应用了5G等最新的信息化技术 在丰收节当天通过专线5G 5G加VR 5G加无人机等多种技术进行网络直播 多形态立体式展现各地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 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千姿百态的丰收美景 再比如庆丰收消费季充分发挥各大电商平台的带动力 利用电商直播等互联网营销方式推动农产品消费升级 拓展节日市场拉动乡村产业发展 本届丰收节在节庆活动主题设计上 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战 这三大主题紧密结合 根据当地农时农市特点 乡村优秀文化传统和三农发展实际 组织开展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 丰收节庆有非常丰富的传承和实践 不仅吸引广大农民 也会吸引很多的城里人 但必须坚持农民主体 不能脱离群众 节庆活动只有贴地生产生活 让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 幸福感 才能得到更大的认同 只要基层有活力 市场有动力 那么就会爆发出利润惊叹的 创造力 想象 那么丰收节就会越满越好 越满越红 本届丰收节还将举办农民丰收歌会 2019年度全国十家农民揭晓活动 中国农民丰收文化展等活动 向社会展示扎根基层 深耕农业 服务乡村的先进典型 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互动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2 1 2 2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